姚文官部長在一起的不做什麼政策正式上路 倡導要做什麼之前先不做什麼的放鬆政策 引起民眾廣大迴響 你了解什麼是不做什麼嗎 記者實際走訪街頭 有啦 我的學生曾經跟我聊過這件事情 現在人生活壓力很大 每天追求KPI 業績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早一點時間給自己 就是沉澱有時候比什麼都還重要 所以放輕鬆 放輕鬆 尤其我常跟學生講 就是當你在讀書的時候 你當你發現你的課本變成3D的時候 整個文字都站起來的時候 那就表示你應該要休息 其實最好的牧羊不是建議組織去做什麼 而是叫組織不要做什麼 諸葛亮一開始在劉備的軍營裡面 其實不是什麼大官 他當年去是當雨林中狼將 劉備一生聽諸葛亮的 可是他只有一件事也沒聽諸葛亮 就是罰東武 然後就掛了 當然我打賭絕對會通過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身兼素質 然後又要經營台灣的見證房 然後又要當空中飛人 飛來飛去 然後照顧在香港的家庭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確實需要給自己一點點的時間 那個時間我給自己愛自己的方式 就是什麼都不要做 我可能會去看電影啦 或我給自己一個時間 就是完全就是放鬆 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的學生說 有時候當你訓練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如果再繼續的強迫自己 你會發現 整個訓練的效果會大大減少 所以我常常會提醒我的學生說 這個時候讓自己停下來 什麼都不要做 你會發現 你在下一步的訓練 會讓你在後面 肌肉的整個力量的使用上面 甚至爆發力上面會更有效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讓自己停下來一下 什麼都不做很重要 我非常非常的支持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太緊繃 以我自己為例的話 我自己是做餐飲業的 但是我遇到訂單很多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手忙腳亂 那我聽朋友說那個不做什麼 好像就是讓自己稍微停下腳步 或許對工作上會有一些幫助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 我應該會支持 人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上 記者採訪報導 記得寫稿說也是五分鐘放空 不然怎麼寫得出來 我也希望公投可以成功